8月17号 在铜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施工现场 随着中俄两国准轨接口最后一组轨道加板安装完成 标志着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 铜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现铺轨贯通 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铜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位于中国黑龙江省铜江市 与俄罗斯夏列宁斯阔耶市之间 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中俄跨江铁路大桥是首次采用 刚横梁上铺设四线套轨五闸轨道板施工方案 可适应中国轨距1435毫米 俄罗斯轨距1520毫米的不同标准轨距要求 在这座桥的设计之初 就是说中俄两国的设计单位 就进行了充分的对接 去进行这些标准的对接 规范的对接 进行这些一些技术参数的一些对接 包括这个结构形式样式的一些对接 在施工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政府和地方的一些监管下 在铁路局的这个组织下 我们也会跟俄方的参见单位 参见者进行一个技术对接交流 去定期的解决我们大桥建设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据了解 同江中俄铁路大桥桥梁全长7194米 隐桥长4979米 主桥长2215米 其中中方境内主桥长1886米 俄方境内主桥长329米 设计运营时速100公里 年过货能力2100万吨 这条铁路建成以后 使中国的同江 进入京远东铁路 进入西伯利亚铁路 然后进入莫斯科 这条通道建成以后 可有效的缓解 随风河口岸 满洲里口岸的呼应压力 列车的运行时间 较随风河里程上减少809公里 时间节省10个小时 大桥建成通车后 大桥南接中国东北三省 向北京同江口岸 与俄罗斯夏列宁斯科耶口岸 而远东铁路相连 向西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 通往俄罗斯腹地 不仅新增一条中国对俄罗斯铁路运输通道 还将开辟一条 西通欧洲的全新欧亚连运大通道 有效助力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对进一步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 推进中俄经贸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任何人都会执行 God